近日,一名磁瘡男子從洛杉磯Risilla的公園流洋台跳落後被警方開槍擊斃 該事件發生於3月21日凌晨5時10分左右 地點位於Risilla Boulevard 7900號路段的一處公園大樓 據悉,各男子涉嫌參與多喜搶劫案 特警隊原本是為執行搜查和逮捕令而到達現場 並要求嫌人離開公園 在此期間,警方試圖在不造成嚴重傷害的情況下制服嫌疑人 在雙方對峙過程中,嫌疑人自捕槍從3樓陽台跳落 因被發現試圖伸手拿槍遭警方槍擊,還往醫院後不自身亡 洛杉磯警察局在現場局營後表示 臨即攜帶的是一把幽靈槍和大容量彈甲